两个人去日本五田到底要花多少钱 全程没有高消费 也没有买奢侈品 这还挺适合大家做参考的 我们呢是从北京出发了第四半的 两个半小时机票往返2265 监站呢是办的单次的 某宝拍下288 出了关西机场直接刷支付宝 就可以坐快铁到市区 车票153 酒店呢定在了新大阪车站 走路只需要三分钟 就是真的很贵 很一般的四星级酒店 两碗花费3100 第一顿我们在新栽桥 吃了顿很多连锁店的 积完水产 这里的烤海鲜很新鲜 这个烤蟹壳肉 你们一定要来尝一尝 两人花费344 然后又吃了下周边的网红小吃 北海道冰淇淋25 第二天坐地铁去了环境领程 地铁30块 两人门票700块 买了个史努力的发誓115 又买了个爆米花筒225 马里奥餐厅花费382 虽然贵 但环境确实好 仿佛到了马里奥的家 值得去拍照打卡 晚上我们实在太饿了 又去车顿回转寿司 两人吃这么多才花了180 第三天 我们直接坐新干线去个东京 车票650 东京酒店两满3600 就在新宿车站旁边 当天晚上 我们就去搓了顿和牛烤肉 抡开了吃 两日花费1100 这可算是我在日本吃的最豪的一顿了 服务和口味确实很赞 这两天地铁加机场巴士 两人共计花费480 我们这一趟除了购物外 两人就这么朴素的吃过 还要了我17023呢 日本肯定是不适合穷有 关键是你住哪都贵 除非你能睡在胶囊旅馆或者网吧 这些地儿是真便宜